第三方面 妇女解放 妇女解放是整个人类解放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就开始强调 妇女解放 男女平等 所以在我们的红军队伍中 解放军 巴鲁军队伍中 有很多女战士 女的指挥员 一直坚持这个 为什么妇女解放是人类解放的重要标志呢 就是因为尤其在中国 一般的劳动人民受到反动统治政权的压迫 封建主义的剥削 这都是共同的 但是妇女在这些以外又增加了一层 就是妇权 男尊女卑 受到这个妇权的压迫 所以不在底层 因此妇女的解放才是一个社会解放的一个标志 妇女都完全解放了 这个社会才真正的平等 那新中国成立以后 体现妇女解放创造条件的 就是1950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颁布的第一个法令 婚姻法 婚姻法就明确提出来 要反对那种包办婚姻 强迫婚姻 男尊女卑 忽视妇女地位和忽视子女利益的 这样一个封建主义的婚姻制度 要建立男女平等的婚姻自由的 尊重妇女和子女利益的 这样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 这是讲得很清楚 反对包办婚姻 反对纳妾 反对童养习 反对干涉寡妇的婚姻自由 以及反对这个 借着婚姻索要财物的这种恶习 恶习 婚姻法翻布以后 贯彻落实宣传婚姻法 就成为当时一风一俗的一个重要的 一个方面 反映婚姻自由的凭据 有巧儿 欣奉侠语 巧儿我自幼儿 十佩赵家 我和祝儿不认识 我怎能叫他呀 我弟爹在七上 已经把金推啊 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娘呀 还有赵树里 1943年写的 在抗认民主根据地的政府的 这个帮助下男女追求婚姻自由的小二黑结婚 这两部文学 文艺作品 成为宣传婚姻法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形式 特别是刘巧儿 新凤霞的这个评剧 被各个剧团给移植 就是都纷纷地排演这个序 北京市1950年有一段时间 北京市有七八个评剧团 同时上演刘巧儿 同时上演这个剧目 而新凤霞本人呢 就是白天晚上连着演 演了若干天 盛况 后来这部剧 被拍成了舞台剧 刘巧儿轰动一时 在全国 这部剧到现在也是一个经典 那也是一个凭剧上的一个经典 那落实婚姻法 就是要婚姻自主 不能有包办 也不能强迫命令 所以这个很快的 这个新的婚姻 就是自主婚姻 就占到了整个结婚人的95%了 比例非常高 所以新社会的气象就是不一样 青年们追求婚姻自主 自由恋爱 一夫一妻 当然 解放妇女 这只是一个方面 就是婚姻自由 自主婚姻 这个 同时呢 在解放妇女的时候 还提出来了 要家庭和睦 我们当然现在讲了 家和万事兴 当年就家庭和睦 家庭和睦有很多因素 首先夫妻的关系 更主要的是婆媳关系 所以当时就要强调这个 婆媳之间 要建立一个新型的这种婆媳关系 不能像旧社会那样 千年的媳妇熬成婆 那样 忍气吞声 所以过去形容 这个人像小媳妇一样 就是受气的样子 家庭和睦 另外呢 共同生产 共同劳动 所以 妇女解放 除了在婚姻问题上之外 很重要的一条 就是在经济上 妇女有地位了 你比如 土地改革运动当中 农村中分地 妇女也有 城市里面 很多妇女 开始走出家庭 开始从事工作 当了工人了 妇女走出去 走出家庭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走向社会 开始成为社会上的一个人 而不是长期 围着锅台转 引起很大的变化 因为她有了经济地位 所以 这个 当时就有这样的势力 就本来这个 这个妇女在家里边 是受气的 出去工作以后 她的婆婆对她态度变了 为什么变了呢 那婆婆就公开的就跟她讲 说人家出去挣钱 一样的吃饭 一样的干活了 以后谁也不许 欺负人家了 你看她就主动变了 所以妇女解放 经济上的地位的变化 是很重要的 妇女能有自己的收入 她的腰杆也硬了 也壮了 腰杆也停起来了 所以 很快的 随着妇女走向社会 走出家庭 也出现了一批 妇女的劳动模范 和妇女的标兵 比如 黑龙江就有 妇女的女托拉机手 还有 我们后边还要讲到的 一些重要的劳模 有名的劳模 都是女劳模 妇女解放 走向社会之后 第二步是什么呢 她开始 有自己的收入了 下一步 接着就是 人民政府对妇女的保障 就同工同酬 你不能像过去那样 因为她是女的 她的工资 她的劳动 报酬就低 同工同酬 这个在我们现代社会 来看 这是天经地义的 但是在当初 这一步 做到这一步 也是很不容易的 妇女同工同酬 跟男人一样的权利 一样的报酬 一样的劳动所得 同时在政治上 在选举法当中 明确地规定 妇女与男子 有同等的选举权 被选举权 政治上的地位 也得到保障 应该说 在妇女解放 和妇女地位提高这方面 中国在国际上 在世界上 都是做得最好的 第四个方面 确立社会的新型价值观 怎么体现这点呢 很重要的一条 就是当时新中国成立以后 这个社会价值观 就不像过去那样 特别强调一点 叫做劳动光荣 所以在当时从事劳动 这是在社会上 很受尊重的 那么1950年 中央人民政府 为了表彰 这劳动中 做出贡献的这些人 叫劳动模范 专门召开了第一届 全国劳谋大会 毛泽东都接见了劳谋代表 在社会上 给予极高的荣誉 那么劳谋能 获得一个什么奖励呢 就是劳谋可以获得 毛主席 朱德总司令 签名的照片 劳谋代表 当然其他还有物质了 比如说有衣服 有这个发了荣衣 有纪念册 那个时候这个 唐词碑子 那时候唐词碑子 是比较流行的 唐词碑子上 就是四个大字 劳动光荣 劳动是光荣的事情 这是一个 很高的一个评价 另外 在新社会 各个职业 当时强调 没有贵贱之分 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你比如说 像垂食员 理发员 饲养员 这样的职业 以前呢 是认为是比较低的 比较下等的 但是新中国强调 在这些职业上 没有区别 大家都是平等的 都是劳动者 都是为人民服务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所以售货员 那也是很好的工作 售货员也能出劳动模范 也就是张炳贵这样的 成为劳动模范 逃分工人 只要他干得好 他也是劳动模范 像石川祥这样的 所以 那个时候的这个社会价值观 是这样的 劳动光荣 不分高低贵贱 相反的 当一个工人 就特别光荣 尤其是 在一个国营的企业里 当工人 那更是显得 着急风波的 所以 这样的一个社会风险 就造成了 人际关系之间 是非常和谐 和简单的 不那么复杂 彼此之间的关系处理上 相处来说比较容易 没有想那么多 也没有那么多顾忌 那个时候 穿一身劳动部的衣服 骑着车上班 那是一个很标志的时尚 刚才我们讲的 这几个方面 这都是围绕着改造社会 抵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 和确立树立 新型的社会风尚 新型的社会关系 新型的社会价值 新型的社会